游泳的人數每況愈下 中和區自強游泳池由於使用效益低落 日前已經開始進行拆除作業 將改建成公園綠地 而有鑒於中和區停車位需求日益增加 立法委員江永昌就提案 在即將新建的公園內 開闢地下停車場 解決居民的停車問題 在我們自強游泳池周遭的這些林裡 都是巷弄 都是小巷道 都是畫色紅線 是在南里停車 外面的主幹到中山路 也沒有畫色停車格 至於開闢停車場的經費來源 江永昌表示 公路總局已經承諾進行補助 也希望新北市交通局來配合提案 爭取納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我們現在努力爭取的這個方向 就是由我們這個中央的前瞻基礎建設 交通部底下公路總局 包括設計費 包括這個工程款 我們都有機會 應該有信心 能夠爭取到 希望讓這裡的鄉親 能夠獲得一個生活環境 停車的一個改善 未來萬大縣開通以後 中永和地區的停車需求 也會大幅增加 提前進行規劃和建設 可不容緩 數位天空新聞 中永和報道